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是2021年的2月5号 今年的这个2月非常的特别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如果你看一下2月的月历 你可能会发现2月的天数刚好是一周七天的倍数 如果它们分布的很平均 形成一个完美的局形 如此特别的月份 会不会有大事发生呢? 这个等一下咱们再来谈啊 今年不是日年 所以2月只有28天 如果2月1号落在星期日 这使得2月的28天平均分布在星期一至星期日 换句话说呢 2月有四个星期一 四个星期二 四个星期日 进而呈现一个局形的燕子 这种情况只有当2月1号落在星期一的时候才会发生 这是继2010年之后 2月再次形成完美的局形 而下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的年份 监视在2027年 在2月这个特殊的月份里 人们可以见到一系列的天线变化 比如说在2月8号 水星会刚好移动到地球与太阳之间 形成水星与太阳的河线 这称为夏河 这就像星月一样 此时从地球上看不到水星 另外在2月10号 水星 木星 金星 土星和月亮 将连成一条直线 如果再加上位于太阳系的中央的太阳 那就是传说中的六星莲珠 从这个张星树的观点而言 这种罕见天线会对地球造成重大影响 这一次的六星莲珠坐落在摩羯座 回顾历史呢 在1962年的2月5日 也出现了六星莲珠 也坐落在摩羯座 摩羯座代表国家政府 在1962年就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 和中印边际战争 咱们再来谈一下印度南海阿南德 他在预言中这么说 在今年的2月 太阳 月亮 水星 木星 金星 土星会形成罕见的六星莲珠 到时候可能会发生 惊人的灾难 经济甚至会全面的崩盘 早前阿南德预言 木星与土星在2020年的12月份 完全先合 到时候既然有更严重的危机发生 后来呢 英国出现了传染率更高的变种冠状病毒 他还说在2021年的2月份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月份 有一个大国政府有大动荡 甚至总统都可能退位 他说的应该不是缅甸吧 因为缅甸是小国嘛 这是不是令人嫌弃美国的总统拜登呢 早前英国领媒欧珠拉 他看到了一些可怕的景线 其中包括一名男性世界领导人 张岸沙 他不知道那是谁 但感受到这件事情 对全世界造成的冲击 他希望这个景线不是真的 这个在我们以前的预言中 跟大家分享过了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内 美国是不是会有动荡呢 世界会不会有动荡呢 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也被人们称为是世界警察 前两天大家看到了缅甸发生政变 现在这个世界 说句实在话 也就是动荡的世界 那么他说的这个大国政府有大动荡 是不是说的中共呢 也有可能 因为中共现在疫情大爆发 中共的独裁政权是最不稳定的 2月10号也就剩下那么五六天了 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2月10号有大事发生 也有可能是这个病毒变种 或者出现新的这个病毒 大家知道这两天呢 有专家警告 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呢 有一种叫做立白病毒的 甚至比这个新冠病毒啊 更毒 致死率呢 更高 达到了75% 而且呢 目前是无药可医 专家警告呢 恐怕将成为另一个在全球造成大流行的病毒 立白病毒呢 还能够直接人传人 也可以透过受污染的食品来传染 人被传染后呢 会导致严重的呼吸道疾病 脑炎和这个脑水肿 致死率呢 很高 目前啊 这个专家警告说这个立白病毒是无药可医 也没有疫苗可以预防 所以说这个世界你说不动荡吗 真的是这个很不安静的啊 还有呢 美国疾病控制和防御中心的专家也警告 下一个大流行的病原体或许是一种可能致命的真菌 这种真菌呢 叫做耳念朱菌 这种具有多重抗药性的真菌 首次呢 于这个2009年在日本被发现 是在东京一位70岁女性的耳道中分离出来的 因此呢 被称为耳念朱菌 据媒体报道 最近几个月 这种致命的真菌感染已成为美国佛州许多人住院的原因 也就是说这个病毒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开始传播 其实我们谈到预言和天线 或者说这个阿南德谈的这个预言和这个张兴术 近几年呢 很多人都会疑惑 预言不准 感觉是被骗了 前些年有人预言兼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或者预言彗星的撞击地球 或者预言日全时会带来大灾难 然而呢 都一一的失灵了 而且被高人破解的有些著名的预言 有明确的时间到最后好像也不准确了 我们经常谈到这个中共会灭亡 但是有朋友就质疑这个时间点不可能灭亡 于是呢 很多人就更怀疑预言的真实性 甚至对预言持这个嘲讽的心态 其实这是把预言当成普通的学问来研究了 是对预言的极大曲解 当然现代人似乎只关心预言的验证 心态是忽上忽下 你只要验证了 我就相信你 可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灾难真的来了 那最后的时刻真的到来 谁又能置身事外来做验证呢 就是说这个预言真的发生了 我在旁边我看到了 这个预言发生了 我在告诉人家 但是那个人在灾难中已经去世了 你去告诉谁呢 这不是一个遗憾吗 这最后的灭顶之灾 发生了就发生了 就看你对神佛信不信 佛家不是减一个物质吗 预言的本身就是在警醒世人 如果真说出来真现大白了 那就不叫预言了 那些坏人也会变成好人了 坏人知道做坏事 要下地狱也就不敢做坏事了 但是神佛不是要这样的人 不是这么安排 神要人自己去选择 自己去变好 自己做好 自己变好才会珍惜 我们经常不是说 努力得到的东西才值得去珍惜 不容易得到的东西才值钱吗 所以是一样的道理 这里也存在着一个你信和不信的问题 如果说你真信 你可能就能得到 我相信2021年可能会有灾难 2月份也许可能会发生这个大事情 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 这个印度南韩说的2月10号到底会发生什么 或者说他谈到的这个大政府 指的是美国呢 还是中国呢 我们拭目以待 那行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我是启明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